你 你为什么不接我电话 我在回家路上 没看见 发生什么事 没什么事啊 你呀 还是改不了你那个 爱逞强的性子 从小到大 什么事情都爱管 没有办法了 有一个人憋在心里发门 我说你是不是忘了 你是一个有着强大男朋友 作为后盾的人 你不是单身狗了 你是算命的吗 说这么准 说吧 到底怎么回事 我休假的时候 沈欣和向顶的项目 出了问题 他们已经辞职了 我本来以为 事情还有挽回的余地 我以为你怎么了 原来就是这事啊 他尝证得⋯ 这个重要的 Scott 赖早 真的吗 你还哦 不管你走到哪儿 我都会在你背后保护你 毕竟 你是一个没有了我 连饭都不记得吃的人 我们回家吧 你看你 头疼了吧 最近啊 在网上学习到一个 按摩太阳穴的方法 说是可以缓解疲劳 怎么样 舒服吗 好多 你啊 就是需要休息 邓君 其实我不反对你在工作上 冲锋陷阵 你取得成绩 我也会替你开心 但是如果你因为工作 把自己身体给搞垮了 那我会心疼死的 知道了 知道了 有你在真好 莫辰 你干吗 你咋啦 我没给你买狗 让你生气啦 嗯 就知道你会忘 我已经买啦 下来 走 好 袁帅 最近家里都是你说啥 不然呢 江小姐 你才发现 那不然咱请个保姆吧 不要 我可不喜欢别人 侵入到我们的私人世界 我就是喜欢为你又主内又主外 只要你开心快乐 我就一点都不辛苦 心机鬼 你这么说 显得我特别像一个 没心没肺的懒女人 什么懒女人 我说过了 你是我的女王大人 你就一辈子都是我的女王大人 女王大人 现在呢 赶紧去睡觉 好 去吧 是不是我对你的关心 你一句都没有听进去 这个世界上只有我一个人 在乎你的身体吗 不是 这几天好多项目都卡在我这儿 他们无法推行下去 而且向顶和沈欣的离职 我应该负责任的 这件事处理得很不公平 我真的等不了了 不公平 公不公平 MH有自己的调查系统 是不是世界没有你就运行不了了 张军你也太自大了吧 我自大 我自大 如果今天换作是你 你会丢下他们不管吗 我跟你说 我想好了 只要把这些事情处理完 我就去 你就去辞职 张军 我是不会让你把整个人 都搭在工作上的 辞职吧 辞职之后我们就结婚 我有能力照顾你一辈子 我凭什么要你照顾我一辈子啊 我有手有脚 有学历有能力 我能赚钱养活我自己 这么多年来 我一直都是这么做的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只是想好好保护你 又来 从小到大你都喜欢打着 保护我的旗号 乘取你自己的想法 可是我现在已经长大了 辞职也好 结婚也好 我都可以和你商量 但是我不能被命令 文帅 我有我的人身 我有我的责任和规划 我希望你可以尊重我 我先加油工作了 好 尊重你 好 重新往后 你想干什么干什么 我不干什么 好 谢谢 那我做饭了 我更加均匀 我希望你不打托 我自己都剁成 我的天干什么 我觉得我做的 我今天不成功 我会想做你的